大家好,我是瑞唐老師 今天來教大家使用Ryland Sub-D的工具 來建構IKEA的焦花器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底圖貼在Ryland裡面 放置平面圖 然後在這裡使用中心點的模式 鎖定格子打開,在前視圖的觀點貼出一個適合的大小 貼好圖之後,我們將圖片調成半透明的狀態 所以我們點了這個圖片之後 在右邊的這個通用表格裡面 我們選擇了內容、材質的選項 在這個透明度這裡,我們把它調高 把底圖調到適當的一個位置 然後上鎖,鎖定物件 接著我們來建構一個跟這個 焦花器比較接近的一個黏土體塊 在Sub-D的工具列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就使用這個圓柱體的工具 那點了它之後呢,我們在對畫框裡面 將這個樓層數量改成7層樓 每一個樓層總共有10個房間 那我們用中心點的模式 我們把它貼在上視圖的正中心 點下去之後呢,接下來給它一個合理的半徑 那半徑的質量呢,我們在上視圖的觀點 將半徑擺放在正上方或者是正下方 擺放好之後呢,有不要移到前視圖或是右視圖 那給它一個合理的高度 那建構好這一個圓柱體之後 像畫面上這樣我們可以看到 總共高度是有7層樓的高度 每次總共有4個房間的單位 那我們在過濾器裡面 這裡的過濾器它可以過濾點或線或面 那我們使用過濾面的這一個工具 點了過濾面之後呢,在前視圖的觀點 我們將上面的這個單位曲面選取 然後按Delete把它給砍掉 那接著呢,我們要把底部呢,處理出圈竹的效果 那我們在過濾器裡面把它換成是點的這個過濾器 那我們在前視圖呢,選取底部的這些編輯點 那將它收入到,將它使用二軸縮放的方式 把它收到原來的二分之一 所以我們就點了這個二軸縮放,按右鍵 好,二軸縮放 那在上視圖的觀點呢,給它縮放的基準點 那接下來我們直接輸入我們要縮放的大小 比如說我要縮到原來的二分之一的話 那我只要輸入0.5 在對話框裡面,輸入0.5 enter 那它就會直接縮小到 好,直接縮小到原來的一半 那縮小完之後呢,我們再把它挪到上面這裡 在前視圖的觀點呢,將底部的這些編輯點做移動 移動到下一排的這些編輯點接近 好,那接著我們再把底部所有編輯點再度的去選取 像畫面上這樣子 那我們針對它呢,再度的縮小到原來的三分之二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我們按下右鍵 選取這一個平面縮放 那基準點呢,我們把它放在上視圖的正中心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它縮小到原來的三分之二的話 我們可以在對話框裡面直接輸入2斜線3 就是三分之二的一個數學函式的代表 縮小好之後呢,我們再把它往上移動 在前視圖的觀點,我們把它往上面移動到下一排的 大約跟下一排差不多一樣的高度 那甚至我們可以再把它往上移更深一點 再把它往上 這樣子移動完之後呢,我們發現說 它這裡就已經形成了隱約的一個圈竹的效果 那外面的樓層數量呢,剩下五層樓 那翻到底部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總共會使用三層樓呢,去建構底部的圈組 接下來我們把它全部呢,高度 做一個比例的調整 所以我們就使用了這個單軸收放的工具 針對這個所有的物件全選 選好之後按右鍵確定 那接下來基準點把它放在前視圖的頂端 那第一參考點把它放在底端 那第二參考點把它拉到這個圖面的底端的位置 這樣子呢,我們就把這個瓶子 焦花器本身的容器造型比例都調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把它形狀也調準確 那這裡呢,我建議說我們在前視圖的觀點 我們去使用半透明模式 所以遊標移到這個前視圖的標題 按右鍵 選擇半透明模式 那如果說半透明模式 大家的半透明模式不夠透明的話 我們可以進入我們的系統值裡面 然後針對這個 你的半透明模式的選項 就像這樣 去把它的透明度調高 那這樣子它的透明度就會有所提升 那在這個過濾器開啟點狀態的前提之下 我們針對上面這些編輯點全部選取 然後使用二軸縮放 在上次圖我們給它一個基準點 然後第一參考點往外擺放 然後再往外去拉動 那在拉動的這個參考依據 就是我們這個曲面 大致上接近這個邊邊 其實就可以停止了 以此為參考依據 那接下來再少選一排 那一樣使用二軸縮放的方式 就是在上次圖給它 基準點 中心基準點 然後給它第一參考點跟第二參考點 去拉變形 那只要接近 其實就可以停止了 那接下來再少選一排 然後一樣的動作再重複幾次 這樣操作幾次之後 我們的這個焦花器呢 就已經比例上 造型上就漸漸的吻合前示圖 那其實在調整的過程當中 它其實可能沒那麼的 如果我們想像中那麼滑順 所以這時候我會建議說 我們可以去調整我們畫面的這一個效果 比如說這個按鈕 它是專門調整你的曲面的切換 切換多角面跟曲面這樣的一個視覺狀態 好 這切換 那這樣切換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這一個網格 可以透過這個方塊狀的這個曲面呢 來判斷來決定說這個曲面的滑順程度 到底是不是如我們想像中的那麼滑順 那這樣看起來好像這個地方好像有一點 稍微再調一下 所以我真的底部這些編輯點選取 然後使用二軸縮放 在上次圖的觀點 再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那這樣看起來好像中間這一段反而還不夠 所以再去做調整 所以這個多角面的好處是可以這樣子去做一些細膩的調整 讓它 這一個感覺是弧線這樣的效果呢 層次會分的比較明確一點 會比較漂亮 那快捷鍵是Tab鍵 就是你按下Tab鍵的話 其實就可以快速去切換它的曲面跟多角面 好 那造型調好之後 那再注意一點就是說這個IKEA的 這個 這IKEA的這個焦化器來講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扁的 扁的狀態 扁水弧的這種狀態 所以我們要把它調成是這種扁狀的 透明的這樣的一個 椅圓狀的這種造型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使用單軸縮放 那將主體的全選 按右鍵確定之後呢 在上市圖的觀點給它中心基準點 那第一參考點呢 第一參考點把它擺在上市圖的上方 那把它往回拉 那這樣的一個大小 建議差不多拉到原來的一半其實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把這個狐嘴的部分把它做擠出的動作 那我們在這個過濾器裡面 我們選取過濾這個曲面 正在曲面選取 然後使用擠出的工具 那我們去選擇前面的這個單位 前面這一片單位 那選好之後呢 按右鍵擠出 那去做位置的擺放 好這樣擺放完之後呢 我們在後續還要再擠出的時候 我們務必要注意現階段 我們就一定要先把這裡的造型 先做一個排解 所以我們會去使用這個 Tab鍵 然後去切換多角面跟曲面的效果 然後在這個過濾器裡面呢 我們去選擇這個點 針對這些點呢 我們務必使用框選的方式 好這樣因為它的一次 總共有前後兩個點 這樣才不會是去 另外一個點才少拉 好所以我們就是用框的方式 然後再去移動 好用框的方式之後再拖曳移動 好那這個 這幾個編輯點呢 其實要往這裡去做安排 好它不可以在原地都不動 它一定要往後去做安排 這樣子它的 前面的這個造型空間 才會比較充裕一點 那另外前緣這個下面 前緣下方這個點呢 一定要往這裡移動 那這時候鎖定格點 其實可以暫時關閉 那一定要往這裡移動完之後 它這裡的造型 才會比較有一個 漂亮的一個轉彎的一個角度 好那在擠出弧嘴的下一段之前 我們務必把這一段的這個斜率 跟這個弧的管心的斜率 是垂直的狀態 這樣角度才會比較漂亮 那調好之後再按一次Tab鍵 這樣轉回曲面 那一樣使用這個擠出工具 針對這一個曲面選取 再擠出下一段 那角度差不多的話 我們就可以連續擠三段出現 像畫面上這樣 那這時候我們再按Tab鍵 好這樣看起來好像似乎 誤差不會很大 但是當我們一按Tab鍵之後 我們就會發現 其實它的誤差其實蠻大的 這個造型落差蠻大的 那我們再針對這些造型 把它一一的調回到這一個 這個底圖的這個接影上面 好那調好造型之後 接下來我們再把它的寬窄度 做個變化 因為現在目前 以前視圖來看的話 這個弧嘴呢 比例造型是調好了 但是在其他的視圖來看的話 其實還不太理想 那我們可以把過濾器 切換成面的這個過濾器 那Tab鍵 再把它切換成曲面 那針對我們要砍的曲面的選取 記得Shift鍵按住去加選 選取了這幾片曲面之後 然後我們按下Delete把它給拔掉 那拔掉之後呢 我們務必把弧嘴呢 調得比較窄 然後接近弧深的地方呢 是漸漸的變寬 像這個範例圖片這裡一樣 好 末端呢其實是比較窄的 那前端的 接近身體端的部分是比較寬廣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的比例去做調整 那我們就整體呢 選取之後 然後使用單軸縮放 配合鎖定格點 然後去把它做一個微調 好 好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把它換成是 過濾器換成點 好 那針對末端的這些 編輯點選取 然後使用單軸縮放 再把它調窄一點點 好 那針對這個弧深的地方 可能還要再把它拉寬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針對這裡 甚至這幾個點 把它拉寬 我們在上次圖的觀點 可以配合看一下 這幾個點呢 其實寬度還不太理想 那務必要把它拉成像這樣的寬度 不要讓它藍色部分 在上次圖有所 視覺上有所露出 這樣會看起來是屬於倒勾的情況 不利於我們這個開模拔模角 好 那我們針對這個上緣的這些點 去把它拉寬一點點 好 這樣它的合理性才會比較高一點 那末端下巴這一個點 這幾個點呢 其實我們可以稍微把它調 相對窄一點點 好 那這樣弧嘴呢 大致上是調好 我們可以透過各個角度去 去判斷 這個弧深弧嘴的地方 還有沒有需要去做調整的 看起來是還可以 那接下來我們再把這個身體的 把手部分把它做出來 那把手的話我們一樣使用 擠出工具 針對後面的這一個單位的選取 擠出 那擠出完之後 一定要緊接的做調整 造型的調整 否則你後面這一段呢 完全不知道 要怎麼去操作 會卡住 所以我要針對後面這個造型 去做一些排解 那我們一樣是按下Tab鍵 去切換成多角面 那我們將這一個點 這個點往這裡移動 那這個點相對來講 變成比較擁擠 所以這個點呢 一定要往這裡去做均勻的調整 移動 那其實不妨大家可以參考說 我們這個中心軸 這邊的點跟這邊的點的距離 相對來講差不多 也是一個判斷 或者是你要按照底圖去調整 其實也都可以 調好角度之後呢 那這個也是往這裡調角度 這裡也是往這裡 那這一段段差非常大的話 跟這個地方是一樣的 就是說我們要把這個下巴的這個點 一定要往旁邊去做移動 否則它沒有足夠的一個造型空間 可以舒緩 那這裡會顯得比較相對擁擠 好 那後面調好之後 我們再去做擠出的動作 Tab鍵再轉換一下 然後擠出 好 那擠兩段之後 接下來把它往下去旋轉 所以Tab鍵按下去 然後把這些編輯點往這裡調整 這個編輯點往這裡調整 那這一個呢 其實是要放在這裡 那我建議說這個編輯點 一定要放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這等一下會有一個開口 在這個上緣 所以我們這個造型 要去擺放好像畫面上這樣的一個 最好像畫面上這樣的一個安排的分配 它這裡才會比較漂亮 它才會比較理想 好 那我們這個管子呢 向下翻轉之後 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往下呢 再繼續擠出 所以我們在一度使用這個擠出工具 那針對末端的這個曲面 好 使用擠出工具 針對末端的曲面 去框選 也可以 好 相當於是框最後的 這一份曲面 那往下擠出 那其實我們心裡面要想一下說 我們這一段 到底要擠出幾個單位 那我個人覺得是擠出 一共三個單位 其實就可以了 好 像畫面上這樣 然後 去做微調 嗎 我個人覺得是真的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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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个造型调整好之后 我们再把它的宽窄度做个变化 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 把手的部分也是有吻合 让Table键切换一下 看这里有没有再去做细微调整 其实我们在调造型的时候 就是Table键不断的去按一下 然后会在多角面跟曲面之间 彼此不断的来回切换 那就是依照两者参考多角面跟曲面两者之间 然后去达到最符合造型的一个平均值 所以上面这里也是往上移动 那其实这里呢 不要急着去把它移动到 你会你现在认为的位置 因为它还有一段落差 就是我们上面的曲面还是要拔掉 所以拔掉之后 这些造型又会有点落差 那现在呢 我们调好把手前示图的这个造型之后 那其实以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它还是宽窄度 还是需要做调整 那我们去在过滤器里面 我们选择面 过滤面 然后针对我们要拔掉的曲面选取 去按住去点选 这几片曲面 一直拔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按下第一个键 好那拔掉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 前示图造型是吻合 但是它上面的宽窄度 还是需要做一些调整 那末端这个曲面其实也要拔掉 末端这里 按第一个键把它拔掉 那接着呢 我们把上面这里的宽度变化 所以我们去点这一个过滤器的点 针对上原这些编辑点的选取 然后在上市图的角度呢 去把它拉宽 配合锁定隔点 把这里的宽度拉宽 就是不要让它出现 蓝色的曲面不要出现 否则就是 会有倒勾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末端这些编辑点选取 那我们就是针对每一阶段的这个编辑点 比如说这一环 这一个环节的四个点选取 然后去依照它的宽窄度去做调整 那比较理想的话 要把它调成正方形的效果会比较圆 因为就是四个编辑点的 尽量能是呈现正方形的一个比例的话 它这里会比较浑圆一点点 那接下来换下一阶段 这一阶段 四个编辑点看起来还蛮正方形的一个排列 那接下来换下一段 这里看起来还在稍微压扁一点点 接近正方形 那换最后换底部 像这样接近正方形的一个排列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按下Tab键去检查一下 是否整体看起来是否合理 那上缘这几个点 可能还可以再更开阔一点点 所以使用单轴再稍微拉宽一点 好 用Tab键的切换回来 那我们这样的主体造型几乎已经调好了 那接下来只要做最后动作 这个范例就完成了 那紧接着我们可以使用薄壳工具 这个薄壳 针对我们已经调好造型的物件去把它薄壳 点了它之后再点我们的曲面物件 然后选好之后按右键确定 那这时候它会出现这个法向线 那法向线就是指定说你要往哪一面去片移挤出 那我们把它往内测 所以就是在这里主体这里按左键点一下把它的法向线向内 然后厚度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判断你的这个比例上来讲 你的厚度应该要挤多少才会算是合理 那我个人觉得我的范例比例上来讲的话 或许是一个单位的厚度 那在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实体要改成4 实体为4 然后删除输入物件要改成4 删除输入物件 否则偏移出来之后的物件跟原来的曲面两者都还留着 会留在画面上 所以我们就是直接偏移这样 偏移完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边的地方 边界的地方是很锐利的这样一个角 那很锐利这样的角呢 其实我们要把它移除掉会比较理想一点 那移除的工具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叫做移除锐边 移除锐边这个工具 我们点了它之后针对我们要移除的这个边缘呢 那记得这一个过滤器记得换成线 那使用移除锐边这个工具之后 针对我们的边缘这里去连点左键两下 反正是有连续性的这个边缘它会自动的搜寻 那这个也是一样 在这里连点左键两下 然后选好之后呢去按右键呢 执行移除锐边的动作 所以刚刚的锐边呢 就会马上变成是钝边的效果 好那这样这个范例呢就完成了 好那我把这个底图呢把它给隐藏 好那底图隐藏的话 就是说一般我们去解这个解锁物件的时候 那就应该可以选到这个底图 但是我现在发现它其实选不太到 选不太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过滤器 我刚刚最后是选在线 那记得把这个过滤器呢 点线面的部分把它关掉 我们就按这一个关闭过滤器 好关闭过滤器之后呢 一切就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点选的状态 选取物件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曲面之后把它隐藏 好那这个范例就完成了 那紧接着呢 我们完成这范例之后 接下来我们针对它去给它一个简单的一个彩线的效果 好要彩线的话我们可以在右边的这个通用表格里面 把它切换到这一个材质的这一个标签 好然后去新增一个新的材质 在这个地方按加号 然后去使用自定的选项 好那我们针对这个材质呢 把它直接拖曳到这一个赋予物件 直接赋予 那赋予到材质物件 材质质制到 赋予到物件上面之后 接下来我们可以针对 这一个透视图这里 我们按右键 好去把它换成是 不管是彩线模式也好 或者是这一个北极模式 好其实都可以 那把它换成彩线模式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白色的 跟我们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在这一个 选取这一个材质球之后 在它的下面的这个 内定值的这个操作里面 我们去把颜色呢 点进去做个更改 好比如说把它换成是红色之后 按下去确定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去给它一个 反射 反射效果 在这地方我们把反射呢 建议是调到 10到20之间 会比较理想 比较像是塑胶的一个反射值 那这时候看起来可能 比较光亮一点点 所以我们可以去在表面 把它弄成是雾面的 那至于这个塑胶材质 只要变成雾面的效果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表格这里 把它往下拖拉 拉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给它这个 雾面效果 那雾面效果的话 我们建议说就是 可以往下调 但是不要低于60 就是在60、70之间 是比较理想的一个 像是咬花塑胶 或是雾面塑胶的一个 一个素质 那接下来 我们给它一个简易的一个背景 使用2-2的曲线工具 在前视图 在右视图的观点呢 我们去给它一个 简易的一条造型线 然后使用挤出工具 将这条线呢 实际挤成一个曲面 在对话框里面 我们就按下 双面的模式 两侧 那将这条原本的线条 把它给隐藏 留下这一片 刚集好的曲面 那这时候 我们可以尝试着 直接把它换成是 彩线模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 透视图 我们按右键 然后把它选成 光机追踪 那在画面上呢 我们可以去使用打灯 那我们先把我们的环境 亮度把它调暗 不要使用环境灯光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一个 彩线的这个标签这里 然后我们将环境的灯源呢 降低 那看到下面这里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 目前的环境光源的强度 环境光源强度 目前唯一的强度 那我们可以把它调到暗一点 比如说点2 那相对来讲 我们的画面环境 变得比较暗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打一盏灯 在上面的这个灯的抽屉工具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举行灯光的工具 那将这个灯呢 把它打出来 那将这个灯移动到 我们所期望的这个地方 那目前这个灯光打出来之后呢 因为这个灯还没调它的强度 虽然有亮度 但是强度好像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我们可以针对这一盏灯 点了这盏灯之后 在右边的通用表格这里 我们去选择内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有它的灯光强度 我们可以去选择 那务必不要一下子就下重手 把灯光调的太强 那针对这个地板的材质呢 我们可以给它 赋予它材质 所以我们就是在材质库里面 去新建立一个新的材质 然后我们使用金属 建构个金属材质之后把它套到地板 那针对这个地板材质 我们可以把它调成 黑色然后雾面的效果 所以在这个金属材质这里 我们把颜色呢把它调暗 然后在它的雾面效果里面 把它调得再更雾面一点点 那因为它这是属于金属材质 所以它在这一个调整上面 它其实给我们可以调整的空间 其实不太多 所以我个人建议 如果说你还想要让它这个更亮的话 所以这我会建议我们去干脆去调一个自定的材质 然后在自定的材质这里呢 我们把它的材质颜色 先把这个材质套到地板上 那在这个材质这里 我们把颜色调深 那金属反射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调强烈一点 这样就可以比刚刚的金属材质 所带来的效果呢 会再明确一点点 那记得调雾面 所以这个地方再往下拉 我们把这个 雾面的程度 目前是抛光百分之百 我们把它调低一点 那像刚刚所说的 就是不要低于到60 百分之60以下 那这一盏灯 或许我们可以在前面 再加几盏灯 因为现在目前这盏灯 是在物件的后方 所以有点是属于 顶光逆光这样的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在前面这里 复制一盏灯 使用复制工具 把这个灯往前复制 一盏 那这盏灯呢 角度稍微调一下 使用旋转工具 把这一盏灯把它调到垂直 那这样我们就会发现 这里有一个灯光 有一个灯光的面呢 往这个主体上打上来 这样我们的主体看起来 就会比较明亮一点点 立体感就会开始呈现 那或许我们灯光不要这么大盏 打在这个前缘的灯 不要太过大 然后针对这盏灯的强度 我们再去把它调强 就是我们可以使用比较面积小的 面光源 相对小的面积的面光源 但是强度稍微提升的话 它会有点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类似点光源点缀的效果 所以可以让我们的 物件的立体感瞬间提升 但是注意不要过度曝光 所以好像有点太亮 所以再把它调暗一点 那右边我再补一盏灯 不然右边这里的影子整个太暗 所以我一样使用这一个静色工具 将原本的灯呢 把它补到右方去 所以我现在的灯光 就是左右两边都各有灯 但是像这种目前左右灯的这种情况呢 我会期望说其中一盏呢 是相对来讲没那么亮的 或者是针对右边这一盏 我再把它的面积缩小 让它更是点缀性的光源 好 那这样差不多调的差不多之后 我或许在整个背景的这个地板呢 我再稍微把它调深一点点 就是它的反射值呢 或许不要那么强 或者再把它调强一点 就是要么就是让它更白亮一点 那不然就是要么让它更深沉一点 就是总之跟我们的这个模型体本身的灰阶亮度 不要太接近 不然会整个立体感或是区分感呢会不够 所以就是把它整个颜色的调性上 整个明显的区分开来 那以上这个就是简易的做一个彩线的效果 好 那这是今天的教学 我是瑞唐老师 喜欢我的教学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大家就可以收到最新的教学讯息 我们下次再见